我們現在就來試一下這個威力導演 那麼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威力導演進來之後呢 他會有就是這樣三個功能的提示 還有一個呢就是我們左手邊這邊 影片的比例 原則上現在應該都是16比9比較多 16比9比較多 比較少應該用到4比3 比較少用到4比3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看一下右手邊這三個功能裡面的話 如果你用的是要換燈秀的 換燈片秀的 這個就只能用在什麼 圖片而已 就是照片 它是不能剪接影片的 不能剪接影片 所以這個稍微注意一下 那麼如果是簡易編輯的 或完整功能 這就都沒有問題 這個影片的部分就有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換燈片秀編輯器 你可以點進來 那麼序號的部分剛剛我們有講 它有共同的序號是大家都一樣的 在這邊 那我們用的是這個特別版的功能 就不用加入啦 沒有關係 OK 這樣就可以用了 好 入貨 測 那麼你進到這個換燈片秀 它很單純就1234 你看這解決了 這是最簡單的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我們還是需要用到類似像這種比較單純的 因為呢 它可以泡飯粉 最重要大家要 其實 你會發現說其實很多的軟體在做更新 這種簡介燈在做更新 他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每次更新都會有一些新的範圍 為什麼 因為大家用久了就會怎樣 喜新厭舊啦 對不對 因為我想 看它更炫了 更不一樣的 你老師都用一樣的 他就覺得 你一點成立都沒有 這樣他就不想花錢 這樣就不行 OK 那當然你可以調整一下順序就按著脫移 這個比較簡單 好 我們看第一步好了 我們就下一步囉 有沒有看到很多範圍呢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就是所謂的特別版的話 它的這個飯粉相對比較少 而且其實 微導演有一個好處 它除了說就是我們軟體安裝之後 有的內建的這些所謂的飯粉或這個範圍可以用以外 它有一個叫Direct Room 這是它最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個 你可以看一下在這裡 這個 你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因為呢 這個地方如果你 進到它的這個Direct Room的話呢 它等於說它的軟體的部分 會有很多的這些飯粉 有沒有 你可以從這邊再下輪下 可是這個必須要是標準版才行 就是正式版 我們用的這個特別版 就是免費的版本 它就沒有辦法讓你直接把這些下輪下來 這樣OK 那另外呢 它網站上面的這些教學 現在也是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多 像前一段時間 它才做了這個 現在研討會 已經開始怎麼樣 就是做線上直播了 它就做線上直播的研討會 因為這樣參加的人更多 那對他們來講 成本又更低 接觸到的人又更多 而且你隨時可以看 對不對 隨時可以回去看 所以這個是如果你有興趣的 它在上面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 一樣可以到上面來看 好 那我們回過頭來 所以你就挑選一個 比如說你想要撐太起的 哇 糟糕不能用有沒有 好 告訴你 如果你選到了那個 版本是不能用 就是那個 樣子不能用的 就是一定要升級 我記得有幾個 像電視牆 好像不行 比較一般的可以 沒幾個可以 好 有 一般的跟動態的鼓勵 好吧 那我們就下一步啦 背景音樂你可以從這邊增加 比如說我剛剛 挑了一個 最近 常常小朋友一直在聽這一首 你有沒有被封鎖到快要 哈哈哈哈 點頭已經點不完了有沒有 好啦 那我們就往下一步 所以 你看 這樣選完是不是就直接預覽了 你可以先試看看 聲音 聲音我剛剛 哎唷 其實比較小聲音 他前面 他前面那一段是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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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不要拼了嗎 哈哈哈哈 OK啦 所以 這樣 沒有問題吧 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問題了 你再下一步 五次就輸出了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 換成片他的 一個限制 他快是快在這些有這些版本 那你可以 去網路上下降 但是他有一個很大限制就是不能針對影片 不能針對影片 不能針對影片 那你要輸出 視訊的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 直接輸出 就可以了 按下 他這個時候他會開啟他的標準的程式 可是呢 他會進到最後的這個輸出版案的部分 好 進到這邊之後呢 你看 我們在做輸出影片的時候 有這麼多格式 不過呢 如果你是像這個特別版的 他能夠 假設你要輸出高畫質的 我們預設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輸出的是 720x480 請問這是哪一種的規格 是VCD DVD還是HD DVD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我要輸出高一點的規格 哇 這是不是又不能選 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可以輸出這個 Windows的Medium 這就是WMB的格式 你用這一個 雖然我們是免費版 但是呢 一樣可以輸出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Full HD 有看到 我們還是可以輸出到這兩個格式 比如說我們用這個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規格 看起來都很像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對不對 一個30一個24 知道差在哪裡嗎 因為呢 30P的這個是 美規的NT27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過幾種規格 但是有一個規格 是全世界都統一的 叫做定乙 定乙 大家都是一秒鐘24格 這個幾批那個指的就是 一秒鐘播放的速度 比如說 好像我們以前那個底片有沒有 一張一張這樣子 然後一秒鐘要播到24格 或是播到30格 符合那個規格 看起來就會很順順這樣子 這樣 了解齁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假設我要輸出比較高畫質的 我就在這邊選 好選好了一樣 你就可以輸出 那麼 右手邊這裡呢 你可以選擇 它預設要存放的位置 通常都預設都在我的文件角 你可以從右手邊這裡 把它換一下 這樣你會比較好找 比如說把它換一下 換到桌面上 你看到副檔名是WMP 可是沒有關係啊 因為它是高畫質的啊 所以 好的 這樣開始 它就開始幫你做輸出 這樣也了解了 好 如果你希望輸出的時候 給你看一下 你這個也會勾起來 它上面那邊 上面這邊 它現在這個上面沒有顯示預覽 沒有關係 這樣就可以輸出成我們要的格式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給你先玩玩看喔 先比較基本的認識一下這個威力導演的部分 2 2 2 5 5 6 2 1 4